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个几星期前 政府史无前例 引用防疫法例 维封佐敦四条街 整体来说是顺畅和有秩序 希望下次能做到一个特杂式 这十多天内 政府在特杂式维封至少20区 为维封范围内的居民进行强制检测 应该迟早就这么做 我觉得真的有点妖民 影响没什么 但我觉得有点无谓 今天没有的 就是车上班也可能有机会做 有点无谓的 疫情持续 消息指当局考虑 在最短期内 是否维封油瓦地指定检测区 要求受限制区内人士 要有新型冠状病毒陰性检测症病 才可以离开该区 两个几星期前 突然流传政府要维封佐敦部分区域 并实施禁足令 强制区内居民检测 当时不少街坊都人心惶惶 是, 直接下车 AM车 现在都不知道, 没人知道 他们说强制区域 如果看那个跨就刚好 这里就是那个区 他们说强制区域 今晚十二点半 宗静 没理由不让你走 怎知道习惯了 你买菜 现在通知早了 今晚的教师通知你的 政府未有消息出来 政府没有正式公布 封区的消息满天飞 在佐敦新田地街排档 放了十几年档的林先生 一直半信半疑 直至1月22日 星期五晚上8点 突然收到食环署通知 要停业两天 今天有消息说封城封城 一般市民都不知道 怎样封法也不知道 就算你知道 你也要让市民适应 对吧 今天的新田地 就是日后的整个香港都像 疫情晚年度 政府在1月23日凌晨4点 引用防疫法例 史无前例封锁佐敦四条街 区内大约320栋大厦 变成售限区域 超过7000名居民 要禁足强制检测 要禁足强制检测 有人赶在封区前离开 今天是封区的第一天 因为我住的大厦是在限制区里面的 Lewis是住在被围风区域的其中一名居民 他凌晨4点看新闻直播 看到围风 政府在佐敦这个售限区域 出动超过3000人 在区内设立51个检测站 目标是要在48小时内完成检测 不过就有批评指围风行动扰民 我们希望通知时间越短 避免市民逃走 我不同意是一个扰民 因为现在是一个公共卫生 Lewis说 虽然前一天听到要围风的传言 但是对于要禁足在家 仍然觉得惊讶 中区的第一天下午 现在是下午5点多钟 我打算在这个时间 去做检测 因为大厦的电梯坏了 所以我现在想要去看楼 今天下午有穿着防护服的人 上来跟我们登记了之后 就给我们安排你去哪个位置做检测 我刚刚已经做完检测 就会去附近的便利店门口拿包食物 先戴手带 拿手带 然后在这里拿 好 好 都不用怎样等 三分钟左右就完成了 悶就不太悶 不过你不可以四围去 当然不太方便 不过他要这样做 就彻底做一次 我觉得还可以 我不知道手带是什么意思 总之做完检测的手带 好 好 早晨 早晨 你也开吗?不能开了 不,借到后巷来用 你做交货 不,我要交货 不,没办法 不,我焗着腰 被迫停业的排档当返林沙 在封区的第二天 回到这里 隔着封锁线 远望自己平日搵食的地方 全关了 封街就要关了 全街 在这一段里 应该没有什么店铺 应该有得开 损失多少 不知道 其实如果真的可以 将佐敦这个疫情 撕掉之后 这些损失都不是什么大的损失 至少有客人来 希望这个区域变零 旁边也有配套去做 至少要硬性规定 强制检验 你才会配合到这里做的东西 这一边是核心而已 外面那些 会全播开 封区超过一天 超过7000名居民完成检测 发现13人的样本呈阳性 阳性比率是0.17% 昨晚6点多 Louis收到陆续解封的消息 直下下街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空区这种事 史无前例 亦都意想不到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用相机拍下一些情况 可能这个情况 都不会整天发生 值得拍下 看一看新闻证 看一看阴性检测结果 以及手带 就可以出来了 没有理由突然找两天 那当然不太好 其实这个地方我太熟了 你变得这么静 就是一片萧条 平时整个区 我一天走几次 整条街都熟到什么 现在就全空了 一个死城 就是这样 停业两天 受限区域解封 林先生星期一一早 就回来排档 看看有没有开档 霞姐, 出来吗? 我也叫你出来的, 是吧? 好像现在还不能开店 不知道, 可能洗完 再等一会吧 这些就全熟了 这些就全熟了 这些稍微好一点 这些就全熟了 这些就全熟了 林先生说 湿货市场的当主 这一天也是特意回来 怎么算下损失 一来大舖 你说封就封 又没有预备 又没有预备 湿货又怎样 那些是银子来的, 妹妹 我真的做得不好 你应该知道 一直这样的钱 你先搞定 你慢慢搞定 没用的 你选择, 搞得这条街 掉了, 这条街 这条街都不下 对吗? 你想起来, 这条街 很多人一家大小 靠那档野饭 做得好, 真的 谢谢, 谢谢, 谢谢 大问题 快点做, 要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 当然要做好一点 没有最好, 还有更好 可以, 对 你可以做对 ilgili mai 很难了, 没说大话 有个碎 , 还要吃 针出来 没 strike 你們能不能摸?摸吧, 摸吧 摸殘殘的, 不是說謊 摸一下那些棒, 摸殘殘的 你這些是報酬的 你不是傻子一花 你的心機進去漂亮的 膠袋要錢, 媽媽也要錢的, 是嗎? 你怎麼搞呢? 這裡其實政府一塊市金石 這條街上有白老鼠 真的沒辦法, 我們很多東西都爛很多 不過這些損耗的東西 希望損耗了一點 希望整個香港, 換回整個香港 未來更好 佐敦的遺風行動 特首形容成功和有成效 之後政府特襲式在各區遺風 為居民強制檢測 何富榮是油尖旺區議員 佐敦四條街解封後 他到區內了解居民的情況 這條街上有關, 是嗎? 有些被剪刀的就是我們接觸到 知道它是甚麼單位 這幾棟堂樓 一月初有二十多宗確診個案後 被政府發出隔離令 全部居民要遷出並接受隔離 過幾星期前 陸續有接受完隔離的居民犯犯惡企 例如這棟新田地家二十至二十六號 我們可以看到 環境衛生是非常惡劣的 就算現在食環處已經進行了 比較深層次的一些清潔 但看到它因為大廈管理的問題 是比較差的一些樓宇結構 仍然看得到 其實有些安全隱患未完全消除 包括渠道 我們問屋御署他們已經出了信 給業主, 業主又回覆 但要處理也需要時間 我們也有點擔心 他們的公共衛生風險 等等 我們這早上來 所以可能是安全或可能是不 因為它依照人家, 對嗎 所以, 否則, 我不記得 對, 正如你所謂的公司 我仍然有點擔心你們 因為有關網路的問題 政府和地樓還不斷斷 如果有任何問題 何富榮說, 佐敦這帶劏房臨立 大部分都是無居民組織 沒有業主立案法團 又沒有管理公司的三毛大廈 你好 政府這次雖然有為這些大廈進行清洗 不過問題的癥結仍然存在 三毛大廈缺乏大廈管理 然後衛生環境很差 渠管問題很嚴重 很普遍在我們社區裏面出現 左根油麻地一帶,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爆發出來, 讓全香港人都知道 在香港仍然有一群人 在一個水深火熱之中生活 貧富懸殊都挺明顯 長期存在一些問題 你長期都忽略它 始終有一天會爆發出來 這次剛巧有疫症 就將這件事給大家看得更清晰 我想問一件事 這早上, 從冬季中訊息 訊息給我, 叫我PCR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Sam說, 完成隔離可以回家 不過收到檢測結果是不確定 衛生防護中心說 會為檢測結果出現不確定人士 安排送院或進行福檢 但是Sam, 至今未收到任何指示 要怎樣做 任何危險, 至於我妻子和妻子 我到那時候, 甚麼要做 我不知道我的原因 我的擔心是, 這個原因是不確定 沒有原因, 為何要送給我 現在我會混亂, 甚麼要做 我承認了我, 你是否結束 Sam, 只能儘量留在家裡等消息 不過, 家裡很小 外面喉管牌污又不合標準 不出門, 也戴兩個口罩 擔心受到感染 沒有選擇 我去那裡 包括我 that's going to 也會否認識 自己會用護膚 因為室內大動物很小 會有一點分別 因為我的妻子已經有了負責結果 我仍然不確定 所以我們必須安全保護我的妻子 你不搞不定,真是死人的 那天井那裡,鬼垃圾 這些年輕人真的要努力,幫忙 不,這裡根本是死人,可以說 半個月前,政府維鋒佐敦一帶 Louis就住在封鎖區內 他住的這幢大廈 自一月中開始,有四個確診個案 雖然已經做了強制檢測 但是周圍的環境依然存在染疫的隱憂 天井,你看出去 因為全部都是有潛逢遮遮冷氣機 一定會放著很多垃圾 這個不用說了 Louis說,大廈劏房住客更多 一旦有人感染,就難以控制 我住在這個大廈,差不多層層都有劏房 你在這裡圈一圈,這一區 全部大廈都… 無數的那麼多劏房 這裡就是吳松街一幢舊的堂樓 政府說找到污水樣本 九成呈陽性反應 就是這幢大廈 那些喉館很舊,很長瘦 又博到暖暖 在這裡住的人,有人感染了 然後… 那可能渠館做得不好 那就是其他戶數的 其他流程的都一樣中招 Louis說,一月的封區檢測 雖然找到十三個隱形患者 但是社區長久以來 就像劏房、污水和三毛大廈等問題 沒有解決過 空區兩天,我覺得那些長久的問題 就…當然不會一時之間消失了 只不過可能會曝光 在某些政府部門的眼睛 可能看到一下 或者它被迫著一定要看到 看到了,看到了 那它是否做事,就不知道了 等於一個人,你不舒服 那你去找些藥食,是會舒緩一點的 但是你不會拍了這兩顆雙風丸 頭痛丸 令你精神爽利,沒有了所有病歷 除了首次遺風佐敦之外 政府十九度實施 受限區域安排 為過萬名居民進行強制檢測 截至二月七日早上,找到兩宗確診個案 找不到確診個案 其實也是一個好的指標 可能這一波疫情 都是接近去到比較下降的跡象 你好… 你好,很久沒見 這是二十八 今天帶姐姐出來 每次都包你漂亮的 我也買東西 可能是二十年,二十五 也要出來買東西,星期六 又這麼沒天氣,是嗎 在排檔擺賣水果十幾年的臨生 雖然在早前遺風佐敦期間 被迫停業有損失 不過她說解封後,街市不再是逆區 可以在過年前有收入 真的很幸運早點封 因為封了,到解封 別人要時間去消化 你說現在才解封,就慘了 過了年後才消化 現在起碼有十多天,消化一下 對,安全,離開再來,離開再來 對吧,會好一點 早風會好一點 起碼,每個人都安心,外出 對吧,其實是對的,歡得好 林先生覺得當日遺風他們 街市一帶是成功例子 不過她說,遺風要找到隱形患者 切斷傳播鏈才是真正有成效 現在封出來,好像僅只有一個半個 其實那個成效 有沒有我們新田地這裡更高 就是它應該要轉變策略 到底是不是正在用封樓這個策略呢 現在只有三十幾個 如果你這一區還有甚麼人群感染 回來的一區都不定的 你別以為真是開心得那麼好 炸彈不知道炸到哪一區 你敢說她不回來嗎? 你現在不是去梁顯莉做檢測嗎? 對,你去看這一點 Louis住的那幢大廈所有居民 2月5日收到民政署派發的信件 強制居民再次做檢測 她說這次已經是她三星期內 第三次做檢測 我就是不清楚 是不是說要做過? 要做,你看… 不就說今天和明天之內要做 做吧 政府現在根本她說要做就做吧 不是跟你商量,應該是命令你做 她有她的將法 不過我參透不了 也沒有那麼多心機去慢慢參透 從左燈封區到現在封了這麼多次 基本上市民不能停留 只不過她說要封了你那條街 那幢大廈,你就只有一個支持 然後你就要去做強檢 這樣是不是代表她全都玩了? 如果這樣也不是她全都玩了 那怎麼才是她全都玩了? Matt,Whoa! 我們也要教你們